美国东西方文化艺术中心和冯伟声乐工作室联合举办的2018美国东西方偶像声乐比赛名次决赛 3月3日下午在圣地亚哥落下帷幕 经过角逐幼儿组少年组青年组和成人组的第一名分别由Lisa Penn Flora元Carrie Sue徐扬朵德四个组的六位二等奖十位三等奖也在当日产生 这些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获奖选手有的唱中文歌曲有的唱英文歌曲有的唱闽南语歌曲 同台竞技 观众不时抱以热烈的掌声 歌手们离不开舞台 他们离不开观众 他们不能只是在教室里学习 要把学习的东西运用到舞台上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我希望他们能够珍惜 能够发挥出他们最好的水平 我还认为呢 就是说 现在他们这些歌手们今天在圣地亚歌的舞台上演唱 那我坚信不久的将来 他们会走向纽约大舞台 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东西方文化艺术中心董事长 作家张五星 美联社总裁Steven B 圣地亚歌博华乐团团长丁品 著名朗诵家吴广升 资深音乐人任学文ASG Incorporation公司董事长刘欣 博弈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苏中慧 清花瓷舞蹈团团长张小平 著名诗人沙洪芳 资深摄影师赵红 杨欣等 这次比赛呢 从初选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决赛 其实一步一步都是演员 都是那个参赛选手 把我们就逼到了这个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决赛进行好的这个份上 因为他们的热情 他们的认真确实鼓励了我们 让我们呢 就好像承担了一份责任 今天就是为这份责任来做这些事情 本次决赛的中英文主持人 由被誉为少数民族幽默王子的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好莱坞电影学院副院长彭南林担任 他风趣幽默的主持风格 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 并和冯伟一起演出精彩的节目 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感谢观众热烈的掌声